国庆将至 上海到处弥漫着节庆味 9月26号 中兴设计者走访上海松江最大的花卉种植基地 浦南花卉市场 发现这里的花卉销售迎来了小高峰 在基地的小路上 运送花卉的车辆来往传缩 一派繁忙景象 花圃内摆满了色彩缤纷的各式花卉 吸引不少客户前来寻价下单 我们国庆节的销量都挺好的 因为主要也是做一部分是老客户 一部分就是我们站的有比较好的优势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站在长三角的中心位置 就是上海的客户也可以做 然后长三角 比如长洲 苏州 这一代长三角的客户都会到这边来拿货的 花卉销售商陈雪涛介绍 目前杜鹃花 蝴蝶蓝等中国红最为火爆 仅他们这家店一天的销量就达1万株以上 杜鹃花有粉色的 有红色的 国庆节这段时间主要是以红色为主 此外 记者了解到 当下普南花卉市场线上订单也异常火爆 200多家做网店的商家在节前也迎来了高峰 虽然受今年疫情和高温天气的影响 花量略有减少 但火爆程度与往年相比不相上下 跟往年比今年的花相对来说有点缺货的 因为今年的话一个天气热 还有一个就是疫情了嘛 所以种植量都稍微可能减少了一点点 还是一样的火爆 浦南花卉基地相关负责人谭力骏告诉记者 根据以往经验 花卉销售在国庆期间会达到顶峰 浦南花卉市场基本以批发为主 因此往年同期 每家商户日均销售亦可达一万株以上 因为我们整个的这边园区的业态是以批发为主的 所以我们整个都是跑量的 就是每家人家基本上要么不出 一出就是一万盆以上都是比较多的